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科技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我们有三条令人兴奋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 陕西省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在过去三年中以年均160%的速度爆发式增长 省长赵刚表示 陕西已经建成了完整的电池 电机 电控生产基地 形成了以乘用车和关键零部件为核心的发展格局 接下来 长安起源在竞争激烈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中 仅用7个月的时间就突破了10万台的销量 展示了其在鼠制制造 鼠制技术和鼠制服务方面的强大优势 最后 大家期待已久的魔兽世界国服 将在6月11日开启煽荡技术测试 本次测试将对所有玩家开放 并且不会消耗玩家账号内的游戏时间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网易 在6月6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 陕西省委副书记 省长赵刚详细介绍了 陕西省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 2023年 陕西地区生产总值约3.38万亿元 同比增长4.3% 过去10年间 年均增长超过6% 陕西不仅是我国的煤炭资源重镇 还在大力发展非煤产业 尤其是在太阳能电池 新能源汽车和半导体等领域 取得了显著进展 赵刚指出 陕西工业体系完备 是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近年来围绕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培育了一批新制生产力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陕西不仅在传统能源领域做出重要贡献 还加快了清洁能源和储能项目的建设 为国家能源安全提供坚实支撑 21世纪经济报道 赵刚进一步表示 陕西在先进制造业方面跑出了加速度 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和半导体产业方面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陕西已经建成了电池 电机 电控生产基地 形成了以乘用车及关键零部件 动力电池为核心的发展格局 近三年来 新能源汽车产量保持年均160%的爆发式增长态势 在太阳能光伏方面 陕西诞生了三个世界第一 经规太阳能转化效率 屡创世界记录 规片出货量居世界第一 金刚实现出货量世界第一 半导体产业同样茁壮成长 汇聚了300余家相关知名企业研究院所和机构 闪存芯片产能约占全球15% 未来 陕西将继续培育国家级和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并不断开辟低空经济 氢能与储能 生物医药等新领域新赛道 形成更多新制生产力 网易 在当前的中国车市 一个显著的趋势正在浮现 即汽车销量突破10万辆里程碑的时间正越来越短 这一现象的背后 也反映出新能源汽车的兴起 为市场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推动了销量的快速提升 一些背靠主流汽车品牌的大厂新势力 也凭借大厂和新势力的双重优势 获得快速增长 6月5日 长安起源在重庆江北两江工厂宣布 自起源品牌正式交付起 短短7个月销量便突破10万台 在竞争激烈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中 长安起源凭借其独特的优势 成功跑出了起源速度 与其他竞争对手相比 长安起源的相对优势 主要体现在数字制造 数字技术 数字产品 数字服务四大方面 数字制造上 长安起源数字化工厂 凭借智能生产与智慧运营两大支柱 未来将深度融合数字孪生 AI视觉 5G互联等尖端科技 达成智能化 高效率 低碳环保的高品质生产目标 数字技术上 长安起源蓝晶 AI电区系统 搭载全球电混首发10层 Pairpin 扁现油冷电机等核心技术 其中双升电混技术 可实现一套动力可插混可增成 数字产品 无论是中大型高级数字轿车 长安起源A07 还是长安起源A05 Q05 都为不同细分市场的用户 提供了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实力 数字服务上 在厂端和电端 长安起源已全面升级 并实行了用修复营 拓改一体化数字化新服务 未来一战式围保 5G远程诊断等 将逐步落地 打造完整的一战式数字服务体验 根据中企鞋公布的汽车产销数据 2024年1至4月 新能源汽车产销 累计完成298.5万辆和294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30.3%和32.3% 市场占有率达到32.4% 在新能源汽车主要品种中 与上年同期相比 三大类新能源汽车品种产销 均呈不同程度增长 从数据可以看出 新能源汽车市场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 其中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增长速度 更为迅猛 长安起源 作为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新秀 凭借其强大的数字化优势 成功抓住了市场机遇 实现了销量的快速增长 封面新闻记者 刘念 网易旗下的魔术世界国服务 即将迎来一场激动人心的 山荡技术测试 从6月11日开始 所有玩家都将有机会参与其中 根据三岩科技的报道 这次测试不设任何门槛 玩家们无需抢号 即可畅快体验 特别为此次测试准备的 抗压一号和抗压二号服务器 将在每天的11点到23点限时开放 给玩家们足够的时间来探索和试验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测试 不会消耗玩家们 现有账号中的游戏时间 所有在测试期间创建的角色和数据 将在测试结束后被清除 确保正式上线时的 一切都能重新开始 这不仅是一次技术上的考验 更是一次玩家与游戏世界的亲密接触 为未来的正式运营 打下坚实的基础 网易 制车派新闻 近日制车派了解到 东风本田将于6月25日 正式推出其全新纯电SUV车型 列光E NSR 作为本田在华的重要战略车型 列光E NSR早在4月的北京车展上 已启动预售 价格区间为15.98万至17.98万元 外观上 列光E NSR以前为解运动的设计风格 吸引了众多目光 封闭式前脸格衫 搭配犀利大灯 车身线条流畅 标备造型动感十足 尾部贯穿式尾灯组设计 与前后包围相呼应 整体外观极具辨识度 车身尺寸方面 新车长宽高 分别为4788 1838 1570毫米 轴距为2735毫米 定位在中型SUV市场 内饰方面 列光E NSR展现出 简洁而现代的设计风格 中控台采用贯通式设计 全系标配11.5英寸投影式HUD 并搭载先进的智能座舱系统 Honda Connect 4.0 12.8英寸的中控屏 集成了多种功能 同时提供12扬声器的Bose音响 Honda车载手势控制功能 AI语音助手等高端配置 此外 新车还配备了 儿童遗留检测和提醒功能 等尼子空气净化和相分系统 智能供暖系统以及220伏 外部供电功能等 为用户带来更加舒适便捷的 驾乘体验 在安全配置方面 列光E NSR全系标配7个安全气囊 并搭载Honda Sensing安全超感系统 包括ACC主动巡航 车道保持辅助 碰撞缓解制动等功能 有效提升行车安全性 动力方面 列光E NSR搭载三元锂离子电池组 电池容量达到68.8千瓦时 前置单电机最大功率为150千瓦 为驾驶者提供强劲而稳定的动力输出 这款车无疑将为消费者 带来一场全新的驾驶体验 网易报道 Instagram正在测试一种新功能 强迫用户观看广告 无法跳过或滑走 用户Dan Levy首先发现了这一变化 并在X上分享了测试截图 显示广告出现时 会有一个Ad Break提示 用户必须看完广告 才能继续浏览内容 点击广告倒计时旁边的Ad Break图标 会看到一条消息 解释这是Instagram上 查看广告的新方式 有时必须看完广告 才能继续使用平台 Meta公司确认了这一测试 发言人表示 他们一直在测试 能为广告商带来更多价值的模式 如果测试成功 将进行产品更新 尽管这一做法 是否会吸引更多广告商上不明确 但已经引起了用户的不满 TikTok在今年1月份发布的研究显示 强迫观看广告 可能会导致参与度降低 超过70%的参与者表示 如果可以选择跳过广告 他们更有可能会参与广告体验 网易报道 三星即将在法国巴黎举办的 Galaxy Impact发布会上 除了发布备受期待的 Galaxy Z4 6和Galaxy Z Flip 6手机 还将推出全新一代的耳机产品 Galaxy Buds 3和Galaxy Buds 3 Pro 这次的耳机新品 在设计和功能上都有显著提升 Galaxy Buds 3提供银色和白色两种选择 采用单向扬声器设计 防水防尘等级达到IP57 用户再也不用担心耳机在运动或户外使用时受损 此外 耳机还支持三星的Smart Sims查找功能 即使耳机丢失也能轻松找回 续航方面 在开启ANC主动降噪功能后 Galaxy Buds 3可持续使用5小时 关闭ANC后 续航时间增加到6小时 配合充电和使用 续航时间可达24小时 售价预计为139美元 而Galaxy Buds 3 Pro则更为高端 采用双向扬声器设计 支持自适应噪音控制 Blade灯效和环境声音功能 开启ANC后 Galaxy Buds 3 Pro的续航时间为6小时 关闭ANC后 续航时间延长至7小时 配合充电和使用 续航时间可达30小时 预计售价为229美元 这两款耳机 不仅在音质和功能上有显著提升 还在续航和防护性能上进行了优化 势必会成为市场上备受瞩目的耳机新品 网易 昨夜 美股市场的半导体板块 迎来了一场盛大的狂欢 费城半导体指数和半导体行业 ETF SOXX分别上涨超4.5%合约 4.3% 均创下历史新高 台积电更是以6.8%的涨幅 刷新了历史记录 市值达到8400亿美元 这一波强劲的市场表现 也带动了今日A股芯片股的强势上涨 工业复联盘中触及涨停 5月29日 英伟达创始人间 CEO黄仁勋在Computex大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讲 吸引了包括AMB 英特尔 ARM和联发科在内的全球科技巨头的目光 今年的Computex展会 不仅展示了AI芯片行业的最新趋势 还带来了诸多亮点 摩根大通在6月5日发布的最新研报中 详细解读了这些趋势 首先 Computex的关注度空前高涨 凸显了中国台湾科技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其次 AMB的AI芯片迭代 速度加快至一年一更 其最新的Instinct AI芯片路线图 持续至2026年 第三 微软在Build大会上推出的 Copilot加PC出登台 尽管早期反馈洗油参半 但高通和AMB在初期产品中表现积极 第四 ARM CPU在PC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 高通的Snapdragon X Elite CPU性能已经与苹果M3持平 第五 GB200和夜冷技术无处不在 预示着更多的GB200组合将成为未来主流规格 第六 英特尔和AMB将于下半年推出新一代服务器 CPU预计将推动2024年下半年和2025年的通用服务器支出 最后 联发科与英伟达的合作加深 尽管未宣布新的ARM产品 但其在数据中心专用集成电路领域的合作前景广阔 摩根大通的研报全面总结了这些趋势 展示了AI芯片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网易报道 东方甄选尝试知识型直播带货 最初以双语直播 文艺表达和知识分享的创新形式迅速走红 然而 随着时间推移 直播风格逐渐变得商业化 甚至出现了叫卖式风格 引发了粉丝的强烈反应和股价波动 于米红在与物美集团创始人张文忠的对话中 直言不讳地表示 东方甄选目前的状况令人失望 在2023年初 董雨辉的离开进一步加剧了东方甄选的挑战 董雨辉的个人IP迅速崛起 与辉同行直播间的发展速度超越了东方甄选 导致东方甄选粉丝流失和销售额下滑 尽管余敏红强调要以平和心态看待直播带货 但在实际操作中 东方甄选仍然陷入了直播带货的竞争本质中 东方甄选内部人士透露 尽管直播风格变得更为商业化 但这只是大促期间的策略调整并非常态 然而 观众的反应表明 东方甄选的转变难以被接受 余敏红曾在亚布利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表示 她理想中的直播状态是 平和的讲解产品并传播知识 而非单纯的叫卖 从最初的知识分享到如今的商业化转型 东方甄选的直播带货之路 充满了挑战和变化 尽管余敏红强调 东方甄选的目标是打造一个农业平台 但在实际操作中 直播带货的商业压力依然存在 余敏红表示 自己将逐渐远离生意 更多地关注个人生活 这或许也预示着 东方甄选未来的发展方向将更加多元化 新智源报道 英伟达已成为全球首家 市值突破3万亿美元的芯片公司 在这一历史性时刻 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 老黄个人财富一夜之间暴增50亿美元 达到1074亿美元 周三的股价上涨超过5% 使英伟达超越苹果 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值公司 仅次于微软 英伟达的市值 从2002年的不到100亿美元一路飙升 标志着硅谷的一大转变 凭借出售AI硬件 英伟达市值 今年已增加约1.8万亿美元 俨然成为AI领域的霸主 ComputeX大会上 老黄宣布了年更GPU计划 并透露了未来三代超级芯片的路线图 进一步巩固了英伟达在市场上的地位 英伟达员工也从中受益 一位员工自爆面试94次后被录用 年薪41万美元 在股价上涨后增加了10万美元 英伟达的辉煌不仅体现在市值上 还在与其在AI芯片市场的主导地位 2023年5月 英伟达成为市值1万亿美元的公司 随后在今年2月市值突破2万亿美元 超越亚马逊和谷歌 第一季度财报显示 英伟达总销售额为260亿美元 是一年前的三倍多 华尔街预言 英伟达超越微软 成为全球最有价值公司 只是时间问题 老黄在最近的演讲中表示 生成是AI的兴起是一场全新的工业革命 英伟达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英伟达的高端加速器并非单独的商品 而是整个平台的一部分 未来将推出更多新产品 黄仁勋形象的比喻 英伟达为AI工厂 其数据中心业务 占据了80%的市场份额 英伟达的市值增长和市场份额 引发了广泛关注 老黄在Computex上的一举一动 都成为焦点 英伟达的成功 不仅是技术上的突破 也是一场市场和财富的革命 关键数字显示 英伟达目前的总市值为3.011万亿美元 最近一个财技的收入为260亿美元 净利润率高达53.4% 英伟达的股票拆分计划 将使每位投资者额外获得9股股票 进一步增强了市场吸引力 新智源报道 马亦教授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 Create Alpha模型 在Transformer架构上实现了重大突破 Create Alpha是一种新型 Transformer架构变体 通过对稀疏编码块 进行策略性但最小化的修改 和引入轻量级训练方法 显著提升了模型的可扩展性和性能 在ImageNet分类任务上 Create AlphaB的表现 超过了之前最好的CreateB模型 准确率提高了3.7% 达到了83.2% 进一步扩展模型时 Create AlphaL在ImageNet分类任务上 达到了85.1%的准确率 实验结果显示 Create Alpha模型 能够随着模型尺寸和训练数据集的增大而扩展 性能持续提升 研究团队采用对比学习方法训练Create Alpha 并通过优化后的ClipA协议 显著减少了计算资源消耗 值得注意的是 Create Alpha模型 在保持甚至增强了可解释性的同时 显现出更高质量的无监督图像分割能力 通过调整预训练和微调阶段的策略 团队在节省计算资源的同时 仍能保持模型的高性能 Create Alpha的研究不仅展示了 Transformer架构的巨大潜力 也为未来AI模型的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腾讯报道中 程璐和宋嘉南的文章揭示了 不参加618大促的商家们在低价漩涡中的挣扎 明峰是一位有着十年经验的电商从业者 他的店铺今年没有参加618 导致流量和销量大幅下滑 各大电商平台取消预售机制 并将大促周期拉长至一个月 这对中小商家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低价内卷和规则变动 是商家退出618的主要原因 随着拼多多的崛起 电商行业内的低价竞争愈演愈烈 平台间的竞争已经到了贴身肉搏的阶段 高客单价的品牌商家几乎百分之百参与大促 而低价商家只能在同类中杀出一条血路 明峰的店铺已经连续三个大促节日没有参加 他认为日用百货是受内卷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之一 56家出版机构联合抵制618促销 也是行业对低价竞争重压下的一次反抗 部分商家尝试通过内容平台和私欲流量来自救 但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 他们暂时也想不到更好的方式去应对 明峰的朋友建议他尝试开拓海外市场 以此来平衡焦虑 网易报道中端午假期即将来临 旅行市场迎来一波热潮 但这并未能挽救同城旅行的股价颓势 尽管同城旅行发布了2024端午假期旅行趋势报告 显示中短途出行需求旺盛 尤其是长三角 珠三角 经经济集成于城市群 和中原城市群的短途出行需求强劲 以及年轻用户对新中式历史文化体验的兴趣大增 但投资者并未因此对同城旅行的前景抱有信心 自5月21日以来 同城旅行股价连续下跌 目前仅为17.86港元 股相较于21日的22.2港元 股的高点下跌了19.55% 尽管疫情消退带来了旅行市场的复苏 同城旅行的业绩也在稳步上升 但其核心业务模式存在问题 服务质量堪忧 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2023年同城旅行的亮眼业绩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收购北京同城旅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和海南亚诺达原荣旅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并表 而非自身业务的强势成长 尽管同城旅行用户规模增长迅猛 但其80%的流量依赖于腾讯 缺乏自有流量的掌控力 服务质量问题也频频被用户诟病 315曝光的高利贷问题和频繁的用户投诉 都显示出其在用户体验上的严重缺陷 面对这些挑战 同城旅行未来的业绩增长或将面临巨大压力 网易最近报道 董车地正在筹集7亿至8亿美元 为独立上市做准备 其中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领头 字节跳动的股东KKR和泛大西洋资本集团也将参与融资 字节跳动早在今年1月就调整了董车地的业务结构 今日头条退出股权架构 董车地员工前往新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并计划拥有独立的办公地点 这一系列动作表明董车地正从字节跳动的一个业务板块 转变为独立发展的个体 市场猜测这是在为上市铺路 董车地的影响力 在去年12月的一次新能源汽车冬季续航测试事件中得到了体现 当时董车地的测试结果引发了华为 吉利和特斯拉的集体声讨 最终中汽协呼吁建立科学 标准化的新能源汽车测评体系 经过这件事 大家才意识到董车地的影响力已经如此大 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 董车地在抖音流量加持下 对于新能源有绝对话语权 董车地在原创内容上的长期投入和字节跳动的扶持 使其在汽车行业建立了巨大的影响力 董车地通过大量扶持创作者和制作原创节目 吸引用户停留在平台上并展开变现 董车地的策略与今日头条相似 提供创作基金和流量激励 并制作了一系列重磅节目 如多个车型的对比拆解横评价和冬季续航长测等 在B站 董车地原创频道的粉丝规模达到了48.8万 超过了一车和汽车之家 董车地在2017年从今日头条分拆出来后 迅速成为汽车资讯平台行业的新星 据艾瑞咨询数据 2023年上半年 董车地的用户规模为2860万 APP流量增长了14.6% 极光数据也显示 2023年T3 董车地的DAU规模在所有汽车资讯平台中排第二 仅次于汽车之家 去年7月 董车地宣布与抖音 今日头条西瓜视频旗下汽车内容全面融合 四个平台的汽车用户日活达到3.1亿 拥有超过634万创作者 平台汽车内容日均浏览量超56亿次 在商业化方面 董车地的收入来源主要是营销服务 采用CPS模式 即按照实际成交量支付线索费用 相比于汽车之家和一车的CPT模式 CPS对平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字节跳动的推荐算法为董车地提供了技术优势 使其在流量上后来居上 为了摆脱传统汽车营销的翻离 董车地围绕汽车发展了一系列业务 包括Source服务卖车通 二手车业务和售后养车服务 董董养车 售后养车业务发展前景最大 中国的汽车保有量高达3.3亿辆 市场规模将达到6.9万亿元 董车地是三大汽车资讯平台中 率先推出售后养车服务的 但这一业务属于重资产运营模式 投入大 周期长 总之 董车地已经有能力 从字节跳动的一个业务板块 变成了独立发展的个体 这一次的融资或许也在为上市铺路 背靠抖音流量 加上新算法下的汽车线索引流方式 在有字节跳动集团的资源加持 借着新能源的东风 董车地甩开了一车和汽车之家 将自己在字节跳动重新定位 未来能走多远 内容和商业化在技术的加持下 还需要更好的提升 腾讯近期发布的Auto Reno 12手机 凭借其独特的设计和出色的性能 一经面试便受到了广泛关注 它不仅延续了Auto Reno系列的时尚与轻薄 还在拍照和AI功能上进行了升级 具体有什么升级呢 跟随封面新闻一起来看看吧 Reno 12在外观上采用了全新的渐变色设计 不同光线下展现出不同的色彩效果 宛如一件艺术品 吸引了不少时尚爱好者的目光 在性能方面 Reno 12搭载了最新的骁龙处理器 无论是游戏还是多任务处理 都表现得十分流畅 而在拍照功能上 Reno 12配备了高像素的主摄像头 和多种拍摄模式 特别是其AI摄影功能 可以智能识别场景并进行优化 让每一张照片都如同专业摄影师的作品 此外 Reno 12还加入了AI助手 可以根据用户的使用习惯 提供个性化的建议和服务 极大提升了用户体验 总的来说 OPPO Reno 12 不仅是一款性能强劲的手机 更是一款时尚潮流的icon 值得大家关注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